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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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派钱专员 现在司长核下有一位同事专门负责派钱的 我们约见了派钱专员和司长强烈表达市民希望财政预算案的遗民措施尽快落实 特别是一万元是要尽快派简单派 让可以帮市民输出现在的压力 总体来说我们提出了几点建议 我先讲两点的重点建议 然后我就请其他同事补充会上的其他建议 第一点 怎样可以达至简单派 尽快派 司长其实应该要考虑 政府是怎样善用政府是现在有的银行户口 因为不少市民因为新领政府的各项津贴 其实在不同的局和柱底下是有户口挂在政府上的 最大批的当然是社会福利署核下领取三国金 长生津以至是中援的朋友 他们这班其实都是老人家为主或者是基层市民 如果能够善用到这些户口 让财政预算案通过之后立即派 我相信是最能够帮到他们的 除了是社会福利署底下领取津贴的朋友之外 其实现在也都有市民是领取着乘车津贴的 乘车津贴我们计过都有三万多的市民领取 而在社会福利署底下领取津贴的 包括不同计划是有百多万的 包括生果金、高宁津贴、长征津、广东计划、福建计划、双层津贴的朋友 是有一百二十二万人的 那这些都是最基层的市民 那除了这两大组群之外 其实政府未来都发放开学津贴 或者是给家长的一个津贴的 那批也都是政府会拿了它的户口资料的 那甚至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政府经过一年的时间呢 都是发放了那四千元的津贴 那上一份财政预算案四千元津贴 那其实当时都收集了一批资料的 那究竟政府是否可以研究 和私隐专员公署和律政司研究 以至是征询相关收款人的同意呢 如果他们同意的话呢 准备好当预算案通过的时候 或者当预算案准备好的时候呢 那就即时向这批最有需要的朋友发放 我们认为呢可以加快相关的程序 这个第一点意见 第二点呢就是有鉴于 现在每一次政府推出不同的政策呢 其实都需要半年至到甚至一年的时间呢 市民才可以落袋 我们翻查回两次派钱的安排 早之前呢 财政司司长派钱的第一次安排呢 其实都需要半年的时间 上一年呢财政司司长派四千元呢 就更加更加严重了 就需要接近一年的时间 由宣布呢到执行呢 要接近一年的时间呢 市民才落袋 那隔于这些的情况呢 令到市民呢 其实救病和是不满的 那我们认为藉着今次的派钱安排呢 政府呢是应该要建立一个市民的中央资料符 好让以后政府再次去 和市民去分享经济成果 又或者甚至是发放讯息 派口罩 或者其他的工作方面呢 都能够即时呢 可以是发放缩短那个 需要的行政空间 亦都可以呢 减轻那个行政费用 总体呢 现在两大点的提议呢 我就讲到这里 那我请其他同事补充 那我请其他同事补充 一个呢 就是发放的系统 那这些系统呢 都要和银行啊 入境署啊 那些呢 去接轨的这样 那现在的时间表呢 仍然都是告诉我们 是7月呢 是可以接受登记的 那刚才呢 我们都查询过呢 就是会有网上银行户口的一些 那些的香港市民呢 其实呢 就会快些收到钱的 那其他那些呢 就可能都是要填一些登记表了 那正如我们刚才 李慧乾主席所讲呢 就是说我们认为呢 其实应该建立一套 就是一个中央的系统 就是把市民的资料下去 那当然呢 他们都说 就是以往收集的资料呢 就只作一次性的用途 那不能重用 那我们觉得呢 那这样是非常之免失事的 那所以之前呢 我们文建宁一直都推动呢 就是建设智慧城市 智慧政府 那也都推动呢 应该有网上的电子 个人身份 那就跟着呢 应该每一个市民呢 在政府那里呢 都有一个中央的资料库 裏面储存它的资料 让呢以后呢 都是可以快速地呢 就可以联络到市民 去分享成果也好 好像现在这样 救急派钱也好呢 就不需要每一次呢 都建立一个新的系统 因为建立一个系统呢 除了要时间也要花钱 那我们认为呢 这次这个系统的建立呢 应该呢 就是作为一个长远的设施 这次就做完了 就不要以后再花钱呢 就去花很多钱去 去再拿资料啊 再建立系统啊 这样 应该是一个恒常的机制来的 近日呢 有不少市民呢 都是向我们查询 甚至乎可能有些报道呢 都是提出就是说 如果用转数快呢 会不会到其时 是更加快拿到钱呢 那今天就着这个问题 我们都向派遣诸元呢 去希望去澄清 和了解有关的详情 那根据我们所得到的资料呢 就是说 如果用转数快呢 其实都不会因此而快了的 只要你有网上银行户口呢 到其时那张表呢 就是透过你登入网上银行户口 然后填写个人资料呢 那就可以在银行的系统里面收到 亦都在政府的系统里面去比对 那所以呢 就是之前有些传闻 或者是市民呢 说要尽快去开转数快户口呢 那在今次我们得到的澄清就是 未必会快了 那么就最主要可能是在网上银行户口 这一方面呢 是可以帮到的 谢谢 好 另外一点呢 我们今天都提了的 我们为了避免呢 好像过往派四千元的行政混乱 以至乎到呢 是天怒人怨或者呢 是堵死螺蟹呢 今天我们也促请呢 财政司司长呢 是除了系统要想之外呢 都要是尽快加强在各方面的宣传 不论在网上或者实体的宣传 因为很多市民现在最关心呢 这个及时雨呢 是能够几时到位 但是方家里面都有不同的资讯呢 是会引起市民的混乱 所以我们今天呢 再次促请呢 派遣专员和财政司司长呢 在资讯发放那方面呢 一定要尽快 以及一定呢 是要一些指引呢 给他前线的同事 第二点呢 就是对于那个收法的安排呢 呢 政府的初步考虑呢 就会透过邮政局呢 去收发一些实体表格 或者稍后发放的支票 那我们也促请他呢 在表格方面呢 都要引起相对的数量 另外呢 在一个收法点 特别在 派表的点那里呢 是要善用回现在政府呢 核下的一些政府部门 譬如民政署啊 房屋署 屋村办事署啊 或者康民署的一些设施 让市民呢 是能够更便捷 更容易的 是拿到表 而呢 不会引起呢 其他公众的混乱的 好 总体来说呢 我们是提出 最少是两大要求 希望政府呢 重点考虑 当然都有其他 那个要求的 第一点就是 怎样是真的做到 是尽快派 简单派 特别是对有需要的 由是让他们 即时拿到 那就是透过 政府特别是 社会福利署底下 那122万 是有 受 政府津贴的市民呢 我们认为呢 政府是可以做得到这一点的 第二点就是 为了是避免 好像派4千元 那样搞到 倒悬螺蟹 又或者是搞到 市民怨声再度呢 亦都可以考虑 参考澳门的做法 就是澳门呢 四月底 已经是派到钱了 那呢 其实就需要建立 一个中央资料符 那就让到呢 稍后如果 未来的派钱安排 以至 如果长远计呢 政府是有其他的 资讯发放 或者经济成果分享 甚至派口罩呢 都可以做到 到位 和尽快派 避免混乱 我补充到这里 看看大家有什么提 好 好 mysterious procedures well the first thing that that we have 大臣提前中国本学或政府是 政府的做法, 这方面来哪里以及真的审判 任何政府都有其他幹活地 报門是这市挡在 这 elders 应该需要それは 此人乘的官司会 I think after the approval of the budget, cash handouts can immediately go into their account. That is the first suggestion. The second suggestion i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xpectation and also from the long term perspective, we would suggest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a centralized system that is to have the account number rest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other information if necessary because the people are expecting the government to act promptly but based on the past experience like when we look back the 4,000 cash handouts that is really a disaster. And why we have that disaster? It is really due to we don't have that system. Therefore I think the government should learn the lesson and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reate a system that can help to facilitate futur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also maybe the other distribution. Of course if government can consult the general public we can or the government can consider providing an option for the people. the government can provide an option for the people if they really don't want to have the account rest with the government. But the privacy concern like... Of course I think if they put forward that policy they have to go through the relevant commission and I don't think it will breach that law but I would see there is a huge expectation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and I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have that type of system for future communication and for future use I just... 或者是其他必須要的資料 其實我們看4000元的發放 為什麼搞成這麼混亂市民這麼多怨言 就是因為每次都要填表 還要用一年的時間 這次派錢也都面對同樣的問題 因為行政上往往要等半年 半年已經是很快的了 如果你看回澳門 為什麼可以做到4月就派錢呢 其實我知道澳門的市民 是有個戶口在政府的資料裏面 長遠來看我相信市民是期望 如果有突發的事件 有經濟分享的需要 其實政府可以加快和方便市民 這個做法我們認為是可以做到的 想問那個派錢專員 可不可以說是誰現在負責這件事 你們有沒有了解過 因為陳茂科之前也有說8月派 然後又改回7月可以派 有沒有了解其實有沒有可能再早一些 還有想請教一下黑勤 就是想問 因為你之前也說過 希望可以抽出來 審議會快一些 你現在的立場有沒有改變 OK 好 我回答後面那裡 好啊 派錢能不能夠盡快派呢 我們希望其實不應該局限於7月的 其實如果能夠財政預算案通過之後 一個月內派或者甚至立刻派呢 是最理想的 這個是我們的想法 專員稍後給你的名字 我回答回Martin剛才的問題就是 我們就著那一萬元盡快派的建議 其實是我們應該是這樣說 你剛才那個是一個目標和方法的問題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盡快派和簡單派 令到市民盡快拿到那一萬元 那至於用什麼方法 其實我們都是可以去考慮的 正如司長他在公開的場合都說了 說不能夠分拆 就算分拆了那個時間都快不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都不堅持分拆那個方法 但是我們今天亦都提了 另外幾個方案是給市長去考慮 那這個目標都是希望 市民盡快拿到那一萬元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方法和手段的問題 只要能夠達到市民盡快拿到 那一萬元的這個目標 任何的方法呢 我覺得政府都必須要去考慮 我補充一點而已 我補充一點就是 我是注意到反對派近日 已經是公開揚言會針對警隊的開支 隨時他們是揚言會否決這個派一萬 甚至是否決這個財政預算案 我想在這兒都應該要講清楚 希望反對派不要政治綁架民生 請他們以民生為重 因為現在有很多市民都等著這個派錢的救命前 也都不希望他們借這些所謂針對某些的開支 針對警隊的開支去截外生支 如果是用這樣的方法去導致到市民最後拿錢遲了 或者得不到一個即時的救援的支援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是反對派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 所以我在這兒再三講希望他們不要政治綁架民生 以民生為主盡快處理了這件事 我想問一下你們是否認為政府人口也沒有很多機會 會派出書要建立你的支援 除了戶口之外會否有些口罩或是一些火狂的消息 第二就是剛才一波突然問到 這個預算案那些反對派本之外 你們是否認為預算案有機會因為他們拿一步 而不遲了恐怖 就著第一點其實每年預算案的前後 大家都在討論怎樣可以還富於民 我們一直受到一個困擾 就是因為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資料庫 讓到還富於民是做得快和簡單的 我們當然現在沒有水晶球 不知道將來是否有條件再派錢 但我們當然是對香港的經濟 大家都要一起努力去創造更大的經濟成果 如果有條件的 我們就應該要還富於民 或者應該想一下怎樣跟市民分享成果 但是關鍵的問題 如果我們不想前些 為什麼我們每次都面對這個混亂 或者每次都要等半年 那就沒有吸取到教訓 沒有向前看 我們認為在這個時候建立一個中央資料庫 是未與籌謀有助將來的用途 並不只限於一定是戶口的 當然資料收集當然都要必須 和市民是願意的 剛才很多記者朋友都說到 怎樣要小心私隱的 我們同意的 其中一個考慮或者建議 就是如果不願意給的市民 他可以選擇不給 但是願意給的 希望快拿到的 希望快收到政府資訊的 起碼他可以有個選擇 就是交給政府 讓政府可以適時發放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可以作為一個開始 因為大家都知道 每次派錢 特別今次全民派錢 所涉及的行政費用 時間 社會成本其實相當高 如果只是做一次性 是不是合乎社會成本的效益 或者是不是合乎我們長遠 那個施政的安排 都要值得去深思的 我們覺得政府應該去想 還有要考慮去建立 如果有市民擔心 我覺得在這個階段 願意給的市民就給 是不是不願意給的市民 可以先讓他不給 稍後他願意再給政府 那就再去處理 我回答第二個問題 承接剛才你說過的問題 的確現在反對派已經揚言說 他針對警隊開始隨時是借顧會拉布 所以如果他們借顧拉布的時候 是隨時有機會令到這個財政預算案的通過 遭到阻撓 時間可能會長了 所以為何我們今天都是鄭重地呼籲他們 希望他們在這個非常時期 就不要政治綁架民生 這個時候還去這樣搞拉布 只會令到我們那些有需要 等緊救急前的市民受損 我猜這個道理要講清楚 好 還有沒有其他 關外基金 關外基金因為今天的派錢專員 不是他負責 我們都認為現在有的資料不夠 我們稍後都會跟關外基金的局長 和相關的人士去聯絡 簡單來說關外基金 我們都認為同樣要達至簡單派 盡快派 特別關外基金的受惠人士 其實一班都是非常有需要和基層的市民來的 希望拿著這些原則 關外基金都會跟關外基金的成員 以致普遍市民了解他們實質的需要 好 謝謝 謝謝